那一次我们大家一起春游 但其实前一天晚上 我刚看完演唱会 然后在晚面特别happy 然后凌晨三点再回来 然后呢 完了之后五点钟 我们又出发去墨干山 然后大家都在墨干山 就是体验着墨干山那种 山水间的那种 有什么墨干山山水啊 哪有山水 你绝对是睡糊涂了 因为他那天他又一直在睡觉 哎呀我跟你们说 我们公司 哎呀真的很好去安排 哎真的真的很好 他早上五点钟就出发 你知道吗 我们这么多人五点钟出发 结果开了多少个小时来着 五六个小时 反正我都睡饱了 反正你知道吗 我们在车上已经睡饱了 醒了还没到 然后结果呢告诉我们说 咱们到了那山上 特别好住别墅 大家都住一栋楼 然后呢晚上呢 可以自由活动 我们开心的要死 然后后来呢 我们大概在天黑了之前 一秒我们到了墨干山 然后呢大家组织去吃农家乐 然后喜欢吃那个土鸡蛋 然后呢吃开心的不得了 然后就说好了 大家现在结束了 但是呢因为山里太黑了 伸手不见五指 所以大家不能自由活动 大家就统一回别墅 然后呢 是在农家乐里面自由活动 对就自由活动 在农家乐里面 然后还可以唱卡拉OK 和叶某总们 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不对 印象可深刻了 哎就对 就是组织的就只能跟这几个工作人员 加我们这一群人 而且唱卡拉OK 真的是卡拉OK 最好的歌最先进的是知心爱人的 不是 还有那个可惜不是你 对你知道吗就唱这个 然后呢就告诉我们本来说好自由活动 结果其实山里面伸手不见五指 连路灯都没有 就根本没有自由活动 然后结果呢就给我们吃完饭之后 大家不想唱卡拉OK呢 大家就回别墅 结果我们就回别墅 结果回别墅之后呢 就一台那种老式的大后电视 然后我们几个一起看 看那个变形记 是不是 对对对 对对对 那就是我们在墨干山唯一的一项活动 看变形记 而且当时说的是有山有水 有山有水 我就跟袁雨珍说有水你就不能穿普通的鞋去 对 一定得穿那种冻冻鞋 我说这种鞋你要去沙滩也能去沙滩 你要下水也能下水 然后结果 晚上大家看完变形记之后睡了一觉第二天回来了 一睁眼睛就告诉我们上车了上车了来不及了 然后我们就一上车回来了 没有 这就是我们墨干山 没有第二天早上还带我们去了那个墨干山的博物馆 然后去完之后再回来的 主要是那博物馆 确实啥也没有 大概五台这么大吧 对 然后完了之后 确实感觉一睁眼就回来了 对就什么都没干 这就是咱们公司的春游非常好 对 好 Guildvenistica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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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感谢观看